因为其实我们看到 不论是一代二代三代的金龟车 你都不会认错 它就是有它自己的真的 独特的造型 它特别的元素在里面 如果它真的变成SUV 你可能还认不得它 对 那刚才其实昆仑哥有跟大家提到 就是包括它在当时那个年代 三大国民车 除了Veto之外 还有这个Mini 同时还有菲亚特的500 那我们要问一下小叶 其实Mini跟那个菲亚特500 它们在历史渊源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地方 其实跟金龟车有点雷同 但是有一些又不太相同呢 其实关于你刚才说 那个三台国民车车 其实我们在进入21世纪前的 20世纪最后1999年的时候 有做过一个调查 其实影响那个世纪最有名的五款车 其实Mini就占了第二名 对 然后金龟车其实是第四名 第五名才是保时捷 911 怎么会后起之秀 反而就有影响力 对啊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历史故事 其实跟刚才相当的金龟车一样 它也是有一些历史背景 就是当时的能源危机 第二是中东大战的时候 英国汽车公司BMC 他们也是要打造一款 省油耐用的车 Mini就因运而生 三米不到的车身长度 前置引擎 相当简单的前轮举动 就是这样生命打造 而且造型又相当的可爱 但是呢 也是因为它相当灵活 俐落的优势 所以它也衍生出相当多的车型 像我们熟知的 Mini Cooper Mini Cooper Cooper的版本就是一个 当时很有名的赛色工程师 叫John Cooper 这个基础拿来强化 换上了更强力的引擎 55匹马力 就变成第一代的Mini Cooper 声名大噪 不能就此干净啊 再加上更强的引擎 75匹马力 变成Mini Cooper S 它甚至还去参加拉力赛 在Monte Carlo的比赛 一次获得三年的冠军 你就知道它其实表现是很好 而且潜力无穷 再者呢 它用这个基础上 它就衍生出很多 那个时候有像是 Clubman Countryman 还有Moke 这种像是高尔夫球车 上空的这种车型 其实当时就已经有 所以把这种小型的衍生出 其他车型的先例 Mini可以说是滥伤 好 那这个Mini 它其实到了最后什么时候 老Mini什么时候 到停止生产 其实是在2000年的时候 9月 而且很特别的是 也不能说特别 有点吊诡的是 那个时候呢 John Cooper 也同年试试 所以有人说 是不是因为 它的那个时代结束了 它就这样离开人世 好 那个时候最后一台 它总共卖了几台 2000年9月的时候 它是538万辆 7862台 最后一辆下 下线 你看它其实也卖了500多辆 其实500多万辆很厉害 好 那我们来说到Fiat 500 同样的也是 这样子的时代背景所产生 其实在1957年 不过最早这个Fiat 500的车名 是诞生在1936年 那个时候 它是在意大利名叫 小老鼠的概念 不过跟现在的500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这台500 是1957年所诞生的 同样 三米不到的车身 也是很棒的空间用 但是与mini最大的差别是 它是后置引擎 后人驱动 所以它的空间表现 其实也是很棒的 再者是 它那个时候 也有衍生出旅行车版本 所以跟mini一样 在这种小型车 衍生出不同的版本 都是那个时候 小型车所被赋予的任务 这是关于这两个车型的 一些简单的历史 所以小叶刚才为大家带到 这两款车型 它们非常风光的历史 今天mini 还有菲亚特的500 也都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也请艾莉达 带着大家来看一下 混得最好的mini 是的 冠宜 mini绝对是这三台 经典车款之中 混得最好的 你说你不是都买 那个金龟车 来讲mini 1992年的时候 你也买了一台 对 当年我18岁 我就开着老咪上学 那时候是买了一个 这个三万块钱的老咪 边开边修 边改装边整理 三万块钱买的 然后最后卖了三十万 因为花了很多钱 这其实是撩钱 因为整理一台老mini 其实真的是花费不少钱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现场来的这台 是mini的60周年纪念版 也代表了什么 也代表了mini 到现在60岁了 那刚刚很多专家都讲 mini有推出 非常多的延伸车型 我刚刚讲你看 它当时的这个名字 基本上到现在都还在沿用 例如说什么clubman 旅行车 这个是有在沿用的 一个名字 那你知道如果在 二手车的这种书里面 这个countryman 就是五门的这种 修雨车类型的 叫什么叫香巴佬 对香巴佬 所以clubman 你要怎么称呼它呢 叫做夜店咖 这是mini 很传奇的一段历史 其实我印象中非常深刻 当时我看了一个 国外杂志的一个广告 把一辆mini挂在什么 挂在我们的衣架上面 真的假的 挂在我们的衣架上面的 一个广告 所以其实mini 很早之前就知道 自己要往精品这个路线来走 所以你看他推出的一些车辆 都是属于这种精品类型的车辆 而且他非常善于利用 人们对mini车的一个喜爱 以及这种激进疯狂的 一种崇拜式的这种 膜拜的这种感觉 所以他推出什么 现在看到的60周年纪念款 因为呢 老mini我开完了之后 我大概开了5到7台的老mini 我已经算不清楚 我要回去查一下 但是呢 在新一代的这个mini R53出来的时候 我也买了这个 COOPER S 机械增压手牌 所以他一出来就给你的一个 性能版的一个这个车辆 那刚刚也讲到 因为mini也曾经跑过 这个蒙地卡罗大赛 所以连续拿了三年的冠军 所以电影里面 也常常有mini的身影 告诉大家这个mini车 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不需要证明 因为人家直接已经跑过 拿过这个 是啊 没错 蒙地卡罗大赛的冠军 所以你看看 在50周年的时候呢 所以我买了这个 R53的COOPER S R56的COOPER S 我买了50周年纪念版 后来我又买了一个 Country Man 到现在是60周年 关于我想请你看一下mini 为什么我不是说它是精品 你看一下它这个 60周年车身上这个彩条 这个是60周年专属 在你内侧的位置 有没有一个细细的线条 加上60年的一个英文字 有 而且它有渐层感的 对 你摸摸看那个线条 它是有凸起的 有没有 对 所以即便它只是一个 这种所谓彩绘类型的贴纸 都好精致喔 对 它都非常的具有质感 相当有质感 其实不公平 因为女生都喜欢mini 所以一看就觉得很喜欢 但外型 不论外型 是不是男生或是女生喜欢 我觉得mini它在造车上面 即便它已经转到了BMW集团 是变成从这个英国车 变成了德国车 但是它维持了相当好的 一个这个外型设计 即便它放大了非常多 但是它的车身线条 还是维持当年经典的一个样式 同时在质感的营造上面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 不然我刚刚请冠一摸的 这个60周年这个彩条 它是立体凸面的 然后你再看到 这个经典的这个 从引擎盖上面的这一条 镀铬的四条 一路延伸贯穿全车 围绕成一个圈圈 这也是mini经典的一个设计 那60周年纪念版的车子 为什么它吸引人呢 每一年的 每一个纪念版的车子 mini的每一个纪念版车子 都有人买 都有人收藏 因为你知道60周年的这个纪念车 跟我当时买50周年纪念车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你看它的车顶 它的后照镜 都是专属60周年的一个图案 包含它的内装 门槛互定的试板 皮椅的材质 皮椅的配色 甚至连内装的试板 旅圈的样式 以及旅圈的配色 都是专属于60周年纪念版的 一个这个配置 那刚刚有人问说 60周年纪念版只有三门的吗 有没有五门的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mini有五门的 但是后来得知的讯息是说 五门也有 五门也有出60周年纪念版 因为这个涂装是大家喜欢吗 我是觉得不可以 不可以不可以 因为60年前并没有五门的mini 所以五门怎么可以出60周年纪念版呢 60周年纪念版 不管将来70年 80年 90年 100年 都要维持在什么 三门的车型上面 我觉得才是经典 可是因为如果说 大家是喜欢它的涂装 比如说60周年才有的 就是一些独家的涂装的话 放在五门上面 基本上我也是可以接受了 因为我就喜欢它这样的涂装 mini有很多种的车款 包括了像我们有敞篷版本的 甚至于我之前还有试过 是Plug-in Hybrid的车款 那当然以现在来说 mini卖得最好的还是Countryman 也就是所谓的小型的SUV 来您看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 mini真的很能够顺应时代 而改变自己呢 像那个mini的Countryman 就是最明显现代的这种产物 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SUV 然后如果说现在的Countryman 跟老咪的Countryman摆在一起 那个就好像是一台小车 跟一台大车 货车摆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就mini一点都不mini了 mini已经一点都不mini了 但是它是现在市场的主流 因为它的空间够大 然后它的外形 又有一些mini的 一点点的那些经典的元素 当然那是因为他们家族DNA 有些这种跟设计相关联的元素 所以说它现在真的是 现在市场的主流 真的看很多人都想要买这个Countryman 然后就觉得 我好像也是开mini 当然对爱大来说 这些都是不行 他觉得三门的mini 他就是要三门的Coopers 才是mini 还是经典的 补充一下刚才讲了 那个mini这么多丰功伟业 我要讲一下 它的一些失败的作品 不能讲失败 还有一点点黑历史 有一点黑历史好了 因为我觉得有几个 像它mini其实曾经推出过 mini Coupe 还有mini Roaster 还有mini Passman 那这三个我觉得 我羡慕当时那些工程师 因为那时候 因为B&L赋予 mini太多太多的 自由发挥的空间 而且刚开始 B&L接手mini之后 它卖得也非常好 所以它就有一些资源 可以让工程师去发挥 去想一些 不一样的东西去藏心 所以那时候Coopers也出来了 比较有 好像带一个棒球帽的Coopers出来了 然后Roster 然后Passman Passman是 等于说是Countryman的 所谓Countryman的跑车化的 对 那为什么这三个是比较没有 到后来没有卖起来 我觉得第一个像Coopers跟Roser 它强调的是操控乐趣 那其实操控乐趣 其实本身mini的三本 其实它的操控乐趣 就已经非常非常的足了 只是它可能有不同的形式 有一个Coopers的 或是又一个Roser 有一个类似 那Roser又跟敞篷车又很像 对 所以有点重叠 所以它定位不是这么的清楚 那Passman呢 Passman我觉得它 我觉得时不我瑜 我觉得Passman它相对 如果你现在来看 我会觉得 哇 真的会让人家很亮眼 因为Passman是Countryman 四个门变成两个门 但是现代人 你看现在我们说 有一些高级的 它有一出 SUV有出一些Coopers化 但是它Coopers化 还是保持四门的实用性 那反而Passman是很激进 很前卫 就是变成两门的 所以没有这么实用 所以它相对就会变成 没有卖作 没有这么成功 除了真的在这个新的世代 混得很好的mini之外 因为它与时俱进 可是我们看到了 在当时那个年代 三款国民车当中的 菲亚特500 今天也来到我们的现场 但是它秉持了 自己的一贯的作风 可是它也是走 这个时尚精品的路线 我们就请尼克 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 那我们这次来这个新的500 事实上可以说算500 旧了菲亚特集团 因为500事实上 中间断了一段时间 它并不是像Beatle 一直有在出 它中间断了一段时间 那中间有一段时间 它包含Ponto 包含其他的车型 事实上后来推出之后 就是销售的这个声量 就是没有像 回到像500那种声量的感觉 那时候刚好同时间 Beatle出了 mini也重生了 所以那时候 菲亚特500的这个 重生的这个声量 是非常大 那时候菲亚特集团 为了要赚钱 因为那时候 我刚刚有提到 福祉集团也开始集团化了 所以说菲亚特集团 也开始集团化了 所以说他们就出了这个500 新的 我们叫新500 那新500到现在 也差不多十年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是持续地在推出 外形没什么改变 因为它也有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包袱 对啊 偶包 你只要动一点东西 可能就没有办法被接受了 对 因为它也曾经试过 就是随着时代的 这个演进 然后有一些消费者 有这个需求 好 我集团有这个资源 我集团有钱 我就出 出了X 出了L 这一类的 不管是加高底盘 加高车身空间的 都被打香 因为那是针对美国市场 他们希望美国市场 能够卖好一点的话 那是不是能够赚更多钱 能够再推出更多车型 结果失败 还是回到最远点 500的车型 还是最热销的车型 而且经过 这个将近超过十年的时间 目前为止 还是最热销的车型 所以它就把500 做一些变革 比如说可能有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C 是不是500C 它有这个 类似敞篷的版本这样子 这个就是500 最不可 无归取代的部分 对 因为你可以看到 它的敞篷的概念 跟一般的车型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因为它这个500的 这个大概在 195几年左右 跟一个 那时候有一个同集团 同集团有另外一品牌 叫Auto Pia Gina 类似这些车款的时候 后面的它的 这个敞篷 就不是我们 想象中的那场 它是可以 后面分两段 你可以先全景式的 开放 然后再来 你可以全部完全降下去 你整个好像就变成 你是Roster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的话 那变成说 对于驾驶者来讲 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因为你的 这个车身的 这个车门柱 都还保留着 所以说很多人就觉得 这样好像多了一点 安全的一个感觉 那当然 它再盖上来之后 因为它的这个 车顶棚的布很厚 很厚 所以你盖上来之后呢 又比一般的长毛车 又多了一点 临近性 那这架 飞亚特500 又多了很多 延伸出去的一些车款 刚刚有讲到时尚 对啊 Gucci 大家我相信都很清楚 Gucci这个牌子很大 你要跟它合作 你一定要一些 对一定的 你自己本身 一定要品牌跟品牌 对价的关系 是 他们就曾经出过 500 Gucci的限量车 零名车款 真的 就表示 500对于 对于这些时尚品牌来讲 他们也更 定定了 他们在时尚这部分 它能够跟Gucci合作 那甚至还有很多其他 其他的这种艺术合作 这些都很多 都是应用在500的车型上面 所以说 为什么大家都说500 真的是 很时尚 都可以跟Mini 这样平均平均做 虽然说他们价格 差很多 Mini现在要150万以上 现在500 你大概100 出头万左右 你都可以摸得到500 大家所熟悉的金龟车 令人惋喜的是 成为时代的眼泪 不过我们要问一下艾大 那我听到的是说 会不会金龟车在未来 它有可能用另外一种形式 重新地回到我们的身边呢 其实仿星有非常多的传言 就是说 金龟车现在是短暂的停产 暂时的消失 未来它有可能 以电动车的方式 重新地回到市场 重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但是呢 这个事情呢 原厂也有表示过 原厂甚至还摆明了说 我告诉你 金龟车不会用任何的形态 再重回到这个市场上 包含什么 包含电动车 这么任性 对 不过原厂讲的话 有时候听听就好 因为你看很多车厂都说什么 我绝对不会出这个SUV修理车 甚至有一些车厂像法拉利 出了SUV来说 我这个不是SUV 对 所以原厂的话 我们听听就好 但因为每个时代的时空背景之下 会有一些些产品诞生 有一些产品消失 那在以后 未来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 有机会 重新地再 让这样子的外貌 来去投入这个市场 其实福斯里面 还有另外一款车子 也是停产之后又重新生产 可是现在又要面临停产的 叫做Shiroco 那是蛮可悲的 一台车子停产两次 真的是蛮可憐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